最新闻PLUS 我们团队今天为您精选的三大重点新闻 先带您一探究竟 首先加拿大司法部在上个礼拜五表示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她被指控了罪名符合引渡条款里面的一大要件 那就是双重犯罪原则 它涉及的诈欺罪名在美国 另外在加拿大都是违法的 因此加拿大司法部认为孟晚舟 现在应该要被引渡到美国 而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 终于回到政府上班了 她在今天上午的11点半左右又外出 那我们的高雄采访团队因此也一探究竟 结果车队一度是停在寻之屋 但市长到底去了哪里 现在是否还没有说明 最后来看选战有关 政党补助从2017年 就从3.5%调降为3% 让很多的小党 可以在本次的不分区的选举中跨过门槛 那获得每票50块钱的补助 也因此让这回选举 结果出现了补助馆支出 创下历年新高高达6亿5000多万 这样子的数据 这是今天我们一期闻追新闻plus 要带您看的内容 不过刚刚也既然跟你提到选战 我们就持续来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也跟选举有关 在大选之前大家都会讨论说 谁当选 我们请鸡排 我们今天就要来统整哪些公众人物 选签喊话 又有没有兑现承诺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 这个馆长陈志涵 馆长陈志涵呢 他在去年12月初的时候呢 在脸书上面发文 说如果蔡英文总统顺令连任的话 他要请1万份鸡排 另外潘恒旭呢 他在这个选战期间 跟刚刚当选的这个 陈伯伟隔空开炮 说如果陈伯伟呢 在台中选上立委 他就要跑到高雄的三民区 去发1000份鸡排 好这个三民区呢 其实就是去年陈伯伟 竞选议员的选区 那会不会兑现承诺 现在大家也在看 再来 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主委 谢龙介 他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在政论节目里说 高雄市长韩国瑜呢 会赢蔡英文90万票 只要少一票 他就在台北 台南 高雄 各发900块的鸡排 但是他后来改口了 说因为怕 模糊焦点啊 所以最后呢 是捐了30万 给弱势团体 那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 他那个时候也说啦 如果蔡英文赢32% 就请3万份鸡排 不过最后选举结果出来 蔡英文是57.1% 韩国瑜是38.6% 移了18.5% 对 周超康赌赢了 最后鸿海的创办人 郭台铭幕僚刘又彤 说韩市长如果拿到800万票 或者是正负20% 他就请100万份鸡排 好 最后选举结果也出炉了 他也投过了一截 当然 这两天在网络上面 看到一些图片 应该是网友合成的啦 说画一只鸡 那这只鸡呢 他就有一个对话口白 说可不可以麻烦大家 选举就选举 不要赌鸡排 这样鸡的压力很大 不过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但是接下来这个消息 就一点都不再跟你开玩笑 似乎就是因为 这波赌鸡排的风气 所谓的鸡排概念股 居然出现了上涨行情 今天大城呢 盘中最高来到了43.65元 最后收盘收在43.25 是上涨了0.25 另外捕风呢 野涨 在盘中呢 一度攻到了66.3块 最后收在65.8块 哇 鸡排概念股 在这一波的 祭品文当中 居然也上涨了 当然在YouTube界 也很有趣 也有所谓的祭品文 因为阿滴先前呢 就拍影片说 要大家去投票 你只要大家去投票呢 我就公布自己 英文指考的成绩 好 现在大家也在等 到底你什么时候 要公布你指考的成绩 最后呢 是黄昭顺 他先前说啊 选输的话 要跳这个莲花池 因此现在呢 网友也发起活动 要他准备来兑现 不过选前说要赌 其实大家就热闹热闹 选后不要伤感情 才是真的 不过另外在新北市的 新店区一间饮料店 虽然有个店长啊 大手笔发送 817杯的饮料 好 这个饮料的杯数 有没有让你觉得 好像似曾相识 没错 就是小英这回得到了 817万张选票 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 排队领取 还没到发送时间 就吸引了大批民众排队 长长的人龙 一直排到扇尾 因为店家大手笔 要在今天下午 免费发放 817杯饮料 让我们来听听 店长怎么说 817这个数字 所以他就说 要请全新店人 喝817杯 是看最近选举 就是大概知道说 那个数字号码 是什么意义这样子 这是新店区的 一间饮料店 在脸书社团po文 表示为了庆祝小英 总统连任 要免费赠送 817杯饮料 到了活动时间 更因为反应热烈 店家再加码 额外赠送100杯 其实817杯这个数字 取的就是小英总统 得到的817万票 为的就是想要和民众 一起分享胜选的喜悦